看完阿诚的故事 接下来这位陈妈妈 她也是受灾户 她的家在921地震的时候 全倒了 工作也没了 但是为了孩子 她没时间难过 只好靠着自己的手艺来重建家园 现在陈妈妈特制的手工馅饼 在南投市场生意是好的不得了 这一味吃下去会马上爆浆的美味 就连美食家也无法抵挡呢 雨后午后的南投市区 平静的街道 但骑楼下的这一摊人生顶沸 小小的摊子前有满满人潮 等再久也要吃到的 就是会爆浆的馅饼 刚刚等了多久 你大概算一下 应该有十几分钟 就很愿意 常常来吗 有 我很久没来 以前常来 对 以前常来 猪肉的五个 猪肉的四个 就好吃 而且它们都会爆汁是不是 对 是怎么跟爆汁爆汁 所以你在咬的时候要注意 不然会烫到嘴唇 又会烫到嘴唇 我们原品的产品的话 它的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 你好 大概八至十分钟 一个喔 你如果买五个的话 就没办法 对 大概要延个三分钟 戴着头巾口罩的陈妈妈 一边接受我们采访 紧接着后头 客人又上门了 每位需要等待 因为这一摊坚持 现点现做 包馅儿到炸饼都需要时间 平日只有陈妈妈一个人 我们到访的这一天 礼拜六 她的先生不用上班过来帮忙 但生意太好 父亲俩依旧忙碌 你好 你好 我要那个牛肉四个 起司海鲜四个 四牛四孩 南四泡菜四个 四泡 两个鹿豆沙 两个红豆 好 外地观光客来 更是一买就快二十个 这是我们第三次来的 对 因为真的很值得推荐 起司海鲜 它海鲜的话 它里面包很多的起司 然后再加上洋葱 还有那个玉米 还有虾子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 手脚忙到停不下来 这一摊红豆连旅游美食节目 都曾造访强力推荐 好好吃喔 我要告你 我要告你 我当时 有啊 有啊 它的汤是甜的 还有淡淡的胡椒味 好吃 这个厉害 营业将近十年 太多老顾客从小吃到大 更有人长大了到外地生活 回家乡也一定要来排队 对 因为六日的话 有一些学生回来的话 会说 会说阿姨我找不到你 所以我都尽量六日 除非有事情 不然的话我尽量六日不休 对 让一些学生回来 可以找到阿姨 去台北念书啊 所以有回来南投就一定过来 对 一定来这边来光顾一下 一直打一直打 让它整个汤汁进去到肉里面 然后这样子一直打一直打 不停地给那个猪肉按摩 馅饼之所以会爆浆 关键就在陈妈妈搅拌肉的手劲 每天上午备料时 要这样使劲打 才能融合肉汁 让馅饼一口咬下满意汤汁 我有客人是从怀孕吃到 现在小孩子已经赌一年轻 他妈妈肚子里就吃了 他开玩笑说 我们这个吃馅饼长大的 不只招牌的牛肉猪肉口味 蔬菜类甚至红豆沙绿豆沙 甜的馅料也深受欢迎 陈妈妈忙碌忙得很开心 感觉上南投馅饼真的很少 因为我就整个逛一逛之后 觉得说馅饼南投真的很少 一般都是葱油饼 水煎包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做馅饼应该 比较没有竞争吧 当初真的是这样子想 不过十多年前的他 生活可不是如此 他曾经是九二一地震的受灾户 当年公寓全岛 竟然还中年失业 对他就像晴天霹雳 心情很不好对 可是也是要面对 想说那因为你说四十好几个 要找工作真的也不好找了 那他就想说那就做个小生意吧 这个家亏了他 要不然他多辛苦 你看在眼里对不对 他都一早要起来备料 对对对 谈到老婆这些年来的辛苦 丈夫成容忍忍不住哭了 他太克服奈劳了 看他在赶面的时候 他那个背影 没有做这个真的很累 因为因为你看 你看你看我这个就是网球座到现在都还没有好 对对 对所以我工作的时候都必须戴户套 手套里藏着赶面皮的病痛 不只有网球座 长期久站他也患有足底筋膜炎 总归以后还是很谢谢一些支持我的客人 真的 他们都会跟我说 哪里要改进 哪里要改进 经历九二一大地震 经历极尽财产一无所有的日子 面皮赶啊赶 好不容易撑过去了 一块块大家爱吃的馅饼 让他得以抚养孩子们 长大嫁人 今年是他们结婚三十周年 总算苦尽甘来 老婆谢谢 下辈子换你嫁给我